大家好 我是老田 今天下班有点晚了 都8点钟了 饭还没有吃呢 我准备走外面买两只塑脂蟹回去 我老婆给我留了点饭 回家炒个蛋炒饭 天已经乌漆麻黑的了 又开始查的严了 又要健康满了 这个欧上超市另外一个进口封掉了 只有这一个了 现在 这个点的话菜场已经灌门了 买不到菜了 走超市这边我们看一下 超市好像是10点钟关门的 这里有瘦子蟹39块8都卖光了 49块8有点太贵了 这个蟹要看到和屁股后面这个圆 这种半圆的是最好的 然后发黑说明它里面肉很肥的 贵就贵一点吧 买两只 这个蟹还挺肥的 这么晚了也没地方买的 黄酒再整一瓶八年程 整一瓶回家喝喝 一瓶黄酒两只蟹 两只蟹买了34块钱 回家蒸起了 再买一点卤味 多少钱 多少块 两只瘦子先给它倒出来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皮筋给它剪掉 这个看着个头不大啊 份量还是挺重的呢 还活着呢 还在动 给它刷洗干净一定要 锅里加一点水 锅里加葱姜 加上料酒 放上蒸架 水开以后把这个螃蟹肚子朝上 放在上面 还装死的啊 现在就冻起来了 盖上锅盖 蒸个十分钟 准备一个新鲜的带泥的胡萝卜 给它洗一下 这个带泥一定会香一点的啊 这个胡萝卜不用切多啊 切两片 给它切成条 然后再切成丁 炒饭一起炒会好吃一点 买了一点这个卤水花生 这个下酒是绝对的啊 还有一个鸭头切成两半 反来我是还买了两个鸭掌 好像没给我放进去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关火 这个要先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稍微放凉一点 这个下酒 什么意思 做分放凉一点 黄酒 凉一点 先把它黄酒 双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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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支持